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亮哲 那我自己呢 其實最喜歡的一句禁詞語 是我曾經在非常非常生氣的當下 看到的一句話 生氣就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那個時候當下我看到這句話 其實我非常的震撼 然後自己也曾經消化過這句話 那真的在那個當下 因為看到這句禁詞語之後呢 我的氣也都消了 那後來呢 這句話一直陪著我到現在 我相信呢 提醒大家 因為在科技越來越發達 然後社會人跟人之間越來越接近 甚至有時候越來越疏離的狀態之下 我們常常會因為交通 或者是因為工作 然後跟大家發生衝突 跟別人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呢 在生氣之前 在口出二言之前呢 想想這句話 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深呼吸 握手言和 一切會更好 在生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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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